intel 提供的产品开箱 今天要介绍 Optane Memory 大家好 我是在家 今天呢 是第二次跟intel的合作 上次有说到嘛 他们会提供一些很猛的产品 那这次我们拿到的东西 剩下我的手而已 这个是 Acer Aspire U27 这是所谓的 O-in-one 电脑 O-in-one 虽然现在不是主流 但是它还是有很多的优点在 我觉得大致上假效 它可以比左上行电脑的体积 要更小 更省空间 然后也不会有一大堆的线 就是整个集成度更高 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呢 是这台电脑里面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失败 哎呀 先装底座才行 还附滑鼠键盘贴心 底座呢 好大 好大喔 27吗 是耶 好啦 也就是说目前这台电脑 唯一的限制有这一条电源线 酷 先来说一下 Optane Memory 它主要的用途 它是用来辅助一般传统 HDD 硬碟 然后让它能够达到像 SSD 一样的速度 它其实跟 DRAM 有点类似 它又不是 DRAM 那种 一关机以后资料都会不见 那 Optane Memory 的话 它是属于一种会自己学习记忆的记忆体 如果你要购买一个大容量 SSD 那单价就会很高 可是如果你想要大容量又想要 SSD 的速度的话 就可以考虑用传统的 HDD 大硬碟 配上 Optane Memory 来达到你想要的速度和效果 那原因是因为它会提供 16G 或者 32G 的记忆容量 然后将你最常使用的那些档案 放置在这些记忆体中 当我使用这台电脑越用越久的时候呢 你就会发现它的速度越来越快 它是一种全新的记忆体型态 然后 Optane Memory 的话 它在我们使用电脑上的时候有一些值得关注的优点 开机速更快 它可以让你进行更快的电脑档案搜寻 像我们后置影片的话 它也可以快速的打开大型媒体档案 甚至同时多开好几个应用程式也不会冻结 如果你想要更快更高阶的话 Intel 也有提供 Optane SSD 这个选择 那我们这台电脑的话 它是配置一个 2TB 的硬碟 配 32G 的 Optane Memory 那一般我们知道传统硬碟的开机速度很慢嘛 那我们就来测试一下它到底花多久的时间可以开机 OK 跟我按下去开始喔 Go 10秒 喔 哇 直接到登录画面 18秒 小时候开机的时候都是两三分钟起跳的 那我想到有一天竟然可以用不到20秒的速度 把电脑开机呢 Optane Memory 要怎么来帮助我们呢 YouTuber 总会用到很大量的素材档案嘛 Optane Memory 就可以快速的把素材 汇入我们正在执行的专案 如果你是用来玩游戏的话 会根据你常玩的游戏来做调整 你就可以把大容量的游戏 装在 HDD 里面 靠 Optane Memory 以媲美 SSD 的速度来享受游戏 其实突然想起我在很小很小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在用Intel的电脑了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 Intel也跟着在进化 带给现在人便利的生活 而Intel的电脑也已经成为我 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伙伴了 用了一长串之后的心得 就是目前SSD大容量的售价实在太高了 如果你真的考虑新电脑的话 那大容量的 HDD搭配Optane Memory 的话我觉得很适合你 这样吧 如果你喜欢这部影片的话 记得多按喜欢 想看更多可以按订阅 拜拜